美国大选后,川普与拜登阵营的较量继续进行 这个星期以来,重大事件频出 鲍威尔律师所说的史诗级诉讼正逐步展开 外界在母女汉化,可以发现一些不尋常的信号 感受到海啸即将来临 11月18日,名为321c 的网友在推特上说 他看到Dominion 的DVS 文件共享指域后 对Dominion 的指域名 DominionVotingSystems.com 进行了分析 结果将它带到了位于福建省全州市的 一个极为不安全的数据中心 此外,DominionVotingSystems.com 的A记录 将该域名关联到香港的数据中心 Power9 Data Center Lews Maes 的署白宫记者罗宾讯 于11月21日转发的推文 并强调,No,我不是开玩笑的 11月19日,川普总统 新任命的代理国防部长米勒 Christopher Miller 宣布 所有特种部队和情报单位 避开旧渠道,向他直接回报 这次选举政变 美国多部门和情报机构深恕其中 分析认为,敏感时刻 米勒的第一把火就是要将国防部 至关重要的精锐力量 直接掌握着,和清除内鬼有关 11月19日 多位民主党代表人物的 Twitter头像突然变色 有些头像变黑白 有些则在他们Twitter顶部的 背景图片变黑白 这些民主党的代表人物 包括前总统奥巴马 前第一夫人米歇尔 奥巴马基金会希拉里 左派金主索罗斯 CNN主播塔帕 加州州长柳森 民主党参议员 科里布克等人 网友留言讨论 不管是为了纪念哪一件事 还是某种行动暗号 黑白图案似乎有不吉祥的寓意 11月21日 鲍威尔接受Lews Max 采访时表示 他已掌握了爆炸性的信息 这次舞弊涉及上千人 这种重大犯罪令人震惊 11月22日 川普律师团队发表声明宣布 鲍威尔是独立办案 他既不是川普法律团队的成员 亦不是川普总统的私人律师 对此鲍威尔很快在CBS上 发表声明 表示理解川普团队的决定 并将继续代表美国人民作战 时事评论员巡盘分析 软体作弊 调查出来的打击面实在太大 包括共和党内 政府部门的严重腐败 甚至参与政变 鲍威尔现在 确实不适合代表共和党办案 他适合代表美国人民办案 这是一种策略性的暂时分开 双方不存在根本性的矛盾 对川普团队来说 现在最关键的是赢得大选 所以有所取捨 有推友表示 应该马上有大事发生了 川普这样相关齐下 11月23日 林伍德大律师 在他的推文中发出重磅信息 内容是一段对话 今晚在亚特兰大咖啡馆听到的是 布拉德 Bridgebee可不可以用在绿音带上? 希拉里 不像锤仔那么好用 布拉德 那还有没有其他撕毁证据的方法? 希拉里 如果我是尼克逊 我就会把绿音带烧掉 布拉德 是乔治亚州的州务卿 Bridgebee是一款 开源免费的系统清理工具 它可以清除缓存 上网历史数据 日志文件 和垃圾文件等 11月23日 Fox主播塔克 在他的晚间节目中 戏剧性地大反转 批评这次大选完全被人为操纵 没有一个诚实的人 会说这是一个公平的选举 川普总统也转发了塔克这期节目 但在一个星期前 塔克刚刚在节目中 评激了鲍威尔律师 他强烈质疑鲍威尔律师 是否有大选舞弊的证据 并要求鲍威尔向他提供证据 塔克在短时间内反传 被认为是这次大选暗战的 另一个奇异讯号 美国大选媒体宣布拜登胜出后 北京最高层始终沉默 11月25日 北京时间的晚上 中共官媒报道了 习近平向拜登发去贺电的消息 集在贺电中称 中美双方聚焦合作 管控分歧 北京这个时候离发贺电 被认为是和大选后 两方的暗中较量有关 大选后 曾被FBI以通俄门构陷的 弗林将军 屡屡占颅头角 美国陆军三星中将 弗林是原国防情报局长 是2016年 川普新上任的 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霍威尔律师在事之前 获知美军杂杂 法兰克福士佛气等消息 被认为是和弗林有关 在川普律师团队宣布 霍威尔是独立办案事 弗林亦信出对此事 在推文中澄清和回应 在弗林遭受到 通俄门政治扣刑之后 鲍威尔成功在今年5月 使司法部设案 但由于华盛顿 联邦法官沙利文作劲 至令到弗林网至今仍未了结 11月24日 Exos报导称 川普计划 特赦弗林 彻底将它从民主党 罗赤的通俄门公司中解脱出来 25日 川普总统发推文宣布特赦弗林 并祝大家度过一个奇妙的感恩节 弗林对奥巴马政府时期的情报界了解很多 这次新任职的代理 国防部长米勒 曾在弗林的部下 米勒之前的 《特别行动及低密度战争助理部长的职位》 由埃兹拉·科恩·玉特尼克接任 科恩之前是弗林将军的助理 时事评论员唐靖远 张花林将军在今次大选中的作为 称为另类勤王